妈 叶老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是老师送我来的呀 老师把我送到门口就走了 妈 你怎么不在这儿啊 要赚钱啊 哪里闯见你的工作呢 别管你 那那那 上班的时候别聊天 来 赶快把这儿整你 嗯 行了 我马上就好了 自己去玩等我 嗯 妈 你怎么了 妈 你没事吧 这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快起来啊 妈妈 喂 好吧 好 你等我 我马上来 喂 喂 青梦 现在有时间吗 有啊 怎么了 那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我有些设计上的问题 想和你商讨 行 我现在过来 妈 你快醒醒 妈妈 妈妈 你快醒醒啊 妈妈 你们是患者家属吧 妈妈 你快醒醒 我是她孩子 我妈妈妈怎么样了 没事的 她只是疲劳过度 加上着凉 打个针 吃个药 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好 谢谢你啊医生 有什么事再找我 好 男子汉 你怎么又哭了 怎么了 妈妈 到底怎么样了 刚才医生不都说了吗 妈妈只是疲劳过度 休息休息就好了 也在这边好好照顾妈妈 叔叔 徐小姐 啊 叔叔 我妈晕倒了 你快来第一人民医院 走 干嘛 你别闹 妈 原来你早就醒啦 谁说的 我刚醒啊 我刚才明明看见你眨眼睛了嘛 那你还哭得那么认真呢 我配合你 好啦 你最疼我最乖的 你为什么要装睡啊 是看见林乔叔叔害羞了吗 你说什么呢 臭小子 你这些论七八糟子跟谁学的 我说真心的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 要把林乔叔叔叫来啊 那你想让我叫秦梦叔叔过来吗 没有 因为林乔叔叔是医生嘛 其实我也不是没叫秦梦叔叔过来 可是他没有接 然后我只能给他发一段语音信息了 你把两个都叫来了 我还以为你真聪明呢 你去哪儿啊 回家 你早上不等林乔叔叔了吗 再等两个都来了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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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没事吧 开车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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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